《经济日报》今天推介的股份就是中国电力2380 选择原因就是中国电力10月22号公告 讲到新发展战略纲要 里面讲到清洁能源装机的占比2021年底接近60% 2023年底目标是超过70% 2025年是超过90% 2030年底是超过95% 现时有着火电板块中最为进取的清洁能源装机目标 最受惠绿电转型带来股值同股 以及ESG相关的投资概念 市场看法上 中国电力11月底接连发布了两项火电资产处置公告 包括2.6亿人民币 向合伙企业转让中电神头40%的股权 以及将全资控股的模糊发电中80%的股权 以REIT的形式向投资者发行25亿元的资产支持证券 新银宏元认为 一方面对于部分盈利能力较差的煤电进行处置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 另一方面通过合理方式去处置部分煤电 可以为新能源转型提供现金流的支撑 交易国际预计中国电力和母公司的资产重组 终会加快清洁能源的转型 减少煤价波动对利润的影响 进一步推动估值提升 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是看4.4 策略上上星期中国电力首稳配股价3.8之后 星期五再升8% 当中更见到有北水涌入 星期四五累计买入中国电力大约有18亿 中国电力上星期收报4.13元 后市如果重返配股价3.8元就可以吸纳 先看破前顶是4.47元 不过失手3.2元就要止蚀